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大盤中錯了195點 來同學看一下 看電腦大盤是不是跌下來了 老師跌了怎麼辦 漲那麼多本來就要跌 你以為2萬2千點這麼快就會過 同學來看一下 在這裡回一下是合理的 你以為會跌多少 不會對不對 今天跌為什麼會跌 因為今天台積電跌8塊 台積電跌8塊不叫跌好不好 差不多差不多而已 對不對 同學我講的話都實實在在 對不對 今天什麼跌 聯發科漲那麼多也跌一點 也跌啊 這都佔全值的 今天還有什麼跌 還有什麼跌 23 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什麼跌 還有什麼跌 2317的 紅海也跌啊 收最低耶 180 對不對 這些股票都跌 指數一定跌嘛 但是 同學 金國光 掌停板 沖沖熱啊 沖沖熱 今天啊 平盤你敢買嘛 你也不敢買 對不對 我叫會員報老啊 沖都不要沖啊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金國光 有沒有掌停板 老師金國光為什麼會掌停板 同學看一下 金國光喔 這裡明年營運有漲萬 去年就講明年會好喔 為什麼會好 因為IoT的物聯網嘛 車載嘛 遠紅外線鏡頭耶 他跟那個亞馬遜一樣耶 接到亞馬遜的訂單耶 來 老師跟你講金國光喔 老師每次做 最少賺一倍啦 你不相信我 對不對 有沒有加賴 有加賴的 每一個都有買啦 來 金國光一根掌停 兩根掌停 休息四天 今天用工掌停 昨天融券增加 今天就掌停了 好 同學你看不懂 當初我有沒有告訴你吉貌 我說吉貌28塊 漲到80塊 你不要再追了 你就去買二十幾塊 三十塊的金國光就好了 我拜託你買 我求你買啊同學 來看一下金國光 他從一百多塊跌下來 這個叫十年的大 二十年的大底耶 月線第一根紅K 你認為這樣就掌完了喔 搞不好會跟那個所羅門一樣耶 我們看所羅門 所羅門真的太離譜了 就一個什麼機器人啦 你看 從三十幾塊漲到一百 一百七一百八 同學 我沒有騙你嘛 這個黃仁勳來台灣了嘛 對不對 所羅門啊 機器人啊 金國光耶 掃地機器人啊 還有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車宅啊 同學 你自己懂技術分析嘛 你又不是不懂對不對 效率短波段耶 你又不是不懂 我們不賺一倍不會賣的了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漲停板 才三十幾塊 這老牌公司耶 多老的啊 哇 老師 真的耶 同學 我昨天怎麼告訴你的 金國光 外資 自營商都買喔 融券增加喔 5月29號開小高 出量就會公到漲停板 我昨天就告訴你的 哪一個老師比我厲害 做教那一個嗎 效率短波段的嗎 哎老師 那個黃仁勳啊 來台灣啊 哇 伺服器啊伺服器 對啊伺服器 昨天很多人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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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很多人講這個偽創 我不是說偽創不好啦 哎老師接到那個訂單 那外資看160啊 160外資也沒買 昨天追的全部套牢 老師廣達啊 林百里啊 林百里啊 喔 黃仁勳去找他 啪啪 今天馬上賠錢 老師那個技嘉業績不錯 也不錯喔 不錯是你是不錯 不錯是你不錯 又不是我不錯 對不對 還有同學 我們今天把創意 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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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那麼多沒有用 給你看摳訊 金國光有機會像索羅門一樣一路噴燭 有無人機機器人 主要是亞馬遜的供應商 創意下週除夕不參加可以在1550 老師1550有沒有來 有啦 最高1565啦 1550保證你賣得掉 賣掉以後就跌下來了 那我告訴你什麼 下週除夕啦 不參加啦 那有同學要參加的 要參加就參加 1100漲到1550耶 450耶 450耶 同學 對不對 啊我跟你講嘛 我們這裡已經賺1000塊了嘛 這裡買這裡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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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賣這裡賣 已經1000塊了嘛 這一波再賺450塊 沒關係 6月3號 6月3號是什麼日子 就是 創意的除夕日 我再帶你買回來 其實創意很強了啦 從1100漲到1565 創新高啊 對不對 那融資也減少 為什麼 大家不要參加除夕了嘛 賺那麼多賺 賺500塊了還不出 老師我不出 不出沒關係 到時候我再帶 你看融券已經快沒有了 因為要除夕嘛 對不對 來 同學 會員聽好 老師以後的股票會比較多打 那你看一下 創意今天除一半 四星我告訴你3000塊不要追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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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3000 我們看四星 四星昨天最高剛好就3000 3000對3000 3000 欸 今天 馬上押回來到2880 老師 尾數又是2 又是5又是8 2880 2880 整理一下吧 有滴我帶你買行不行啦 不要每天追啦 哎呀 對不對 對不對 告訴你 在這裡 金國光 金國光 接亞馬遜的訂單 昨天晚上 你有加我的LINE 我告訴你 昨天晚上 你加我的LINE 我告訴你 金國光今天會攻頂 老師我不懂什麼叫攻頂 就是掌停板 然後告訴你安國跟神盾 掌停板 掌停板 同學 我要數幾支掌停板 你才願意打電話進來 還是你的效率短波段 還是一直在做教 做教也抬不動 同學 你要考慮到什麼時候 你要考慮到什麼時候 考慮到行情都過去了 是不是 考慮到我的股票 從 像索羅門 對不對 股票從多少 索羅門你知道嗎 從30幾塊漲到180了 你在考慮嘛 沒關係你在考慮嘛 你要等到金國光漲到100塊 再來買就對了 同學 五月底了 六月份我告訴你 標股一坨拉股 好 這裡有一支股票 我們還沒有買 我們明天可能帶會員買 老師你都講在前面 那會員要不要參加 我告訴你要看量價 不是明天就買 我搞不好明天不會買 但是這一支股票 籌碼真的是太集中 這一支叫正文 老師正文今天才漲0.5 好 我們看正文的月線 正文以前我 我那時候做正文 正文漲到100塊 你看 他月KD剛開始交叉 看一下正文 4906 他做網通的 來看一下 同學 我算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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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在這裡 我告訴你 趕快加LINE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來看一下 這檔叫正文 對不對 嚇死人了 你看外資 這裡買2000 這裡買2300 今天買6200 正文 外資持股有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的持股 外資持股 三大法人持股 來外資 外資的持股已經6萬多張了 6萬多張了 6萬多張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持股大概 如果以40億來說 大概是6萬多張 15% 明天會不會漲停 會員明天要不要買 加LINE就知道了嗎 加LINE就知道了嗎 老師找標股特別厲害 我沒有騙你啊 我每一支股票都事先講 急冒我在講的時候 誰在講 沒有人在講 後來每個老師都有急冒 從28漲到80 很多老師在40塊才買 對不對 金國光我連續在這裡 一直告訴所有投資朋友 我連續喔 不是只有一天喔 金國光 來看一下金國光 同學金國光來看一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過後告訴你 明天哪一檔股票 會噴出 會漲停 進廣告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牌金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績小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 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 7725 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牌金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績小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 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 7725 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同學會員也聽好喔 老師在這裡 老師在這裡要讓會員穩定的活力 因為大盤指數到了22000點附近 股票真的不好找 像老師這麼認真的 每天晚上在計算籌碼 在計算籌碼 然後事先告訴你 同學 我說實在 沒幾個人辦得到 你們那老師 晚上都在睡覺 然後呢 然後在這裡來說 也不知道怎麼講 對不對 我們從23號告訴你 我有沒有寫經國光 我有沒有告訴你 政威 我有沒有告訴你 安國神頓 低買 低買 對不對 我有沒有告訴你細微 對不對 23號 24號 24號 我再繼續告訴你經國光 對不對 20年大敵 對不對 我再告訴你 對不對 同學 我再告訴你 還有什麼 還有洪准 政威 所羅門 對不對 安國神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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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 27號 我還告訴你 安國神頓 IP股 有低買 我每天寫 你也不買 細微 你也不買 28號 對不對 細微 安國神頓 29號 對不對 心頂 安國神頓 金國光 安國神頓 你們每天還在做教 我真的搞不懂 同學 做股票可以這樣做 我股票不要寫太多 因為寫太多 你也沒辦法 你看我有沒有寫 寫廣達技嘉偽創 沒有 然後我昨天還寫一支 心頂 老師拜託你不要寫 你寫了 你寫了我們都買不到 開盤就漲停 老師拜託你不要寫 現在我的會員參加 他說老師我們買就好 你不要寫 你寫上去就漲停 我都買不到 來開一下 有沒有漲停 你自己說嘛 幾支了 一支兩支三支漲停 對不對 同學我要說什麼 你要我說什麼 你要我說什麼 老師拜託你不要寫 我買到以後你再寫 對不對 開啟金國光 我在這一天告訴你的 當時股價27塊多 我有call會員買 隔天我再call會員買 然後這一天沒買 這一天跌下來call會員318買 昨天繼續買 前天也叫一些清貸的 我說315左右都可以買 今天漲停板 同學 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同學 我有沒有跟你講 他是集貿第二 而且集貿我講的時候二十幾塊 金國光我講的時候也是二十幾塊 集貿到三十幾塊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不要買 我說還可以買 唉 對不對 我也告訴你 創意 我前面賺一千塊錢 我後面要再幫你賺一千塊錢 那今天有出掉的 明天不買 因為要除息 6月3號 你等好 我叫你買就買 四星創意愛譜 愛譜 老師今天愛譜 愛譜今天在這裡整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愛譜 今天誰在買賣 愛譜要整理一下 我們愛譜還可以做當沖 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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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譜 愛譜看一下 我們不要說太多 因為說太多也沒有用 來看一下 這愛譜 今天投信開始買了 不買不多了 30張而已 外資昨天買今天賣 前天買 一天買一天賣 一天買一天賣 這就是外資 自信商買買賣 投信開始要建立基本持股了 它已經過了五日線跟月線 其實 IP股裡面最強的 是創意 這叫標準的頭肩底 對不對 它已經過了月線 是跳空過的 季線也過了 那我們看一下 四星季線還沒有過 所以四星就來回做價差 價差我特別會做 M31月線剛過 拉回來 月線慢慢要扣底這裡 這個也是做價差 對不對 就像我測標寫的 四星創意 愛譜M31先做價差 如果你不會做 你不要做 你就給它抱著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同學 加Line 來 好不好 加Line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我就是要分享給你知道 不然你怎麼會做 老師 那個 金國光會不會再漲停板 會不會跟集貌一樣 從20級長到80級 同學 你不加Line怎麼會知道 老師 正文 都還沒有動 外資光這幾天就買了幾萬張了 老師明天會不會漲停板 明天會不會一根漲停板 越過這邊的高點 整個大底就形成了 老師會不會 加Line 好不好 加Line 今天還買不少 外資賣 兩千三、兩千五、六千、六千三 你看 這外資是一路買 天天買 自營商今天開始買 投信 因為投信張數少 賣幾十張幾十張這都沒關係 投信賣一賣也好 反正投信 本來就不太會做股票 投信 投信買神達買了一圖拉股 結果停損 結果被外資接走 同學 我們談太多都沒有用 談太多就是告訴你說 在這裡你應該怎麼做 對不對 我從二月二十二 二號就告訴你金國光 索羅門 雷科、雷迪克 二十幾號我們看一下 今天雷迪克有沒有漲停 老師你不要寫 你寫上去二十號寫的 二十號寫的雷迪克 有沒有漲停 老師你寫的都會漲停 金國光 兩根漲停 剛開始而已 剛開始而已 你不相信我也沒關係啦 今天又漲停了啦 金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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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安國神頓 安國神頓 金國光 安國神頓 量縮整理粗量極供 細微 安國神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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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四百 對不對 同學我是不是都告訴你 好 同學 假爛 當然我寫的股票大概不多啦 五六檔而已 有特別著名的大概就這幾檔 好 明天歡樂週末嘛 同學要不要歡樂一下 明天如果再賺一支掌停板 不是很高興 禮拜六禮拜天又可以 雖然母親節過了 但是帶個母親去吃吃喝喝 不是很爽嗎 加Line 加Line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好不好 同學 有錢人之所以有錢 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樣 好不好 加Line以後 要打電話喔 因為你不打電話 我寫的股票 你也不知道要買哪一檔嘛 對不對 你不知道嘛 加Line以後 有錢人之所以有錢 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樣 明天掌停板就是你的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